哈囉,大家好,我是Calvin,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拐彎抹角,用英文怎麼說》 OK,歡迎回到全新系列之《英文怎麼說》 在這個系列呢,我們主要會分享一下常見的一些表達 在英文中到底怎麼說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拐彎抹角的英文表達 相信在生活中你會有一些朋友或是一些同事 在講話的時候可能不是很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清楚 或者是有點吱吱嗚嗚 這個時候呢可能就是在拐彎抹角 這裡的話我們用 beat有表示打敗的意思 如果說你在某個領域某個方面打敗了某人 你可以說 例如他在下棋方面打敗了我 那除了表示打敗之外呢 他也可以表示敲打或是敲擊的意思 我們常見的品牌 beats 耳機或是beats 音響 就是用的這個標達 那另外注意的是 boosh 是表示叢林的意思 beat around the bush 有一種類似於在叢林的外圍敲打 就是沒有辦法直擊到重點 所以是表示拐彎抹角的意思 那他的否定形式就是 don't beat around the bush 也就是請不要拐彎抹角 這裡我們也看一下有關於bush的一個禮語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也就是一鳥在手生過雙鳥在領 他的意思是說滿足於現狀 總比過分追求美好 而失去一切的好 除了用這個表達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說mins words mins有表示攪拌的意思 比如說攪拌過的牛肉 mins the beef mins words有種類似於 就是你說話蜘蛛 或者是說話很慢 沒有辦法直擊到你的重點 他的否定形式是 don't mince words 也就是請直言不會 ok 那麼如果說你想要某人直擊重點 或者是直接說出他想要講的話 我們可以說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point有表示觀點的意思 也就是請直接說出你的觀點 除了用這個表達之外呢 你還可以說 put your cards on the table 從下面上來看是說 將你的卡片放在桌子上 這個意思類似於請攪牌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不用再隱晦地去表達一些想法 或是觀點 你直接告訴我你想要表達的就可以了 例如 stop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just to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不要再拐彎抹角了 直擊重點就可以了 好的那這樣子有沒有搞清楚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的評論去補充和留言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幫我點讚和分享 因為想借出我的不定期更新 希望大家一定要訂閱或者是關注我的頻道 這樣才不會錯過之後的任何一期 我是Calvin Catch you guys next time 我們下期有空再會囉 Bye Bye